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好多场的 其实就一场 华佗 从这下开始 从斗地主开始 昨天一天打的华佗 有人说胜率很高 可能是新卡福利七 我玩起来的话 给大家一会介绍一些技能 我玩起来的话 感觉还是很一般的 就不是特别无敌的 直六是宝珠的 技能大家应该都懂 咱们随便放一局 这个能看的 咱们随便能看 其他局都是感觉一般有发挥 神话图反贼 有啥问题 咱们要知道神话图一般的话 我说几个注意的点 神话图那技能不用管 我给你们说几个注意点 第一个点的话 那个武灵千万千万不要忙给 你要百分之百确定武灵了之后 再去给别人武灵 给你队友武灵 有的人会骗你的武灵的 这个武灵所有的灵 都是正面收益 能明白 都是正面收益 你自己如果被骗的话 会发现很亏的 这局的话 你们认真看就行 我把这个稍微看慢一点 咱们可以看到 佐茨直接翻这俩人 汐士才刚刚跳中了 曹淳跳中了 对吧 当我看见 我开局看见 其实这是个普通场 因为全打普通场 看左茨是会玩的 拿了双色装备 他不会玩上双色装备 拿双色装备 废特的时候输出技能 然后之后直接就连这一套 佐茨是会玩的 已经超过很多 至尊场的人了 有人说你是瞧不起 至尊场并不是 因为我欠过 至尊场很多很坑的 咱们再说一些武灵 武灵的话 我大概也没计全吧 我给你们说一下吧 如果是我玩神话 图一般情况下 我会第一个给两组技能 雄灵 雄灵是自己的每回合伤害 第一次都受到伤害是少一滴血的 我一开始还错觉的 错误的认为了什么 就是说我以为 这一回合我全都少一滴血 其实多刀就可以克制他 第一回合 比如说我杀你一刀 雄灵挡住了 第二刀雄灵不能挡 这是我对神话图 最早的一个误区 明白了吧 我当时以为是 话图这玩意是不是跟红仪似的 挺不错的 结果他只能挡一刀 防御没你显向那么高 至尊场爆发秒 你是可以秒掉的 而且尤其他在没到你回合的时候 秒你是非常舒服 能秒你的 尤其你还没给出去的 别看他有陆灵 可以说是能够转移 比如说不怕被热 那种严实类技能 对吧 还能回血 但是在你回合内 你才能用陆灵 你能明白吗 你回合外的话 别人直接热你 你这个陆灵是用不了的 也就是第一回合你要被热 再砍上一刀 你直接就死了 这就是神话图 还有一个注意这个游一 游一是把人区的所有牌 当做一个所有人都回血 但不是陶渊结义 为什么不是陶渊 不算陶渊结义 因为神话 神寻遇的话也要回血 他不用定焊 陶渊结义也要回血 知道了吗 所以说你这个游一的话 要判定一下 你这个谁回血 是更值钱 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现在而言 你谁个谁回 比如说话图 虚荣现在残血 他也残血 虚荣回一地血 他回一地血 肯定神寻遇血 比虚荣值钱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陶渊是可以开的 再根据场上其他的 我这个还有个残血 我再给个回一地 对我也是赚的 给西日财也只是回一地 我还是赚的 这就是 而我自己算一下 这个收益算 挺不错的 车里就可以用游一了 但是你要注意 因为我当时昨天打的话 因为我去普通场打 要试技能 我昨天打的情况就是 我第一回 你第一回合 如果没有人区的话 是一定用不了游一的 场上没有玩人的人 能明白吗 也就是说你第一回合 必须要弃牌 有了人区 才能去 在第二回合用游一 全体回血 明白了吧 咱们再说几个点 华佗的虎灵 也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 虎灵就是加伤 这局的话 一般情况 我刚刚说的 我一般会先是熊灵给自己 然后把鹿灵排在第二个 为啥这么选 因为熊灵给自己 第一能保住自己一回合 看看能不能 第二回合的话 到我回合的话 如果有人乐我的话 鹿灵自动换到第二回合鹿灵 换到鹿灵的话 就不会被乐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 但是这局不一样 这局两个输出点的话 在后卫 都被翻面了 我很安全 所以我直接选的虎灵 虎灵是用牌加伤 你们看得见吗 虎灵是用牌加伤 直接打一个跳轰的徐荣 然后再杀一刀西日才 这里面可以暂停给你看一下 鹤灵是摸三张牌 鹤灵 熊灵是第一张受伤的话 减一张伤 虎灵是加伤 然后圆灵是获得他人的装备牌 也就是说如果 C局如果玩玩机没被热的 没被翻面的话 我可能要抢玩玩机 让他变成单色技能 我可能用圆灵 明白 我可能用蓝灵 鹿灵的话就是说 别人比如说 举个例子 现在他被热了 我队友这个地方被热了 这个闪电当作热 我这回合用个鹿灵 给他排第一 他这个热立刻就下掉 立刻就下掉 然后还要回离血 你可以想到有些武将的配合 咱们就不多说了 比如说刘烟 有人说 那我担心 你给他 你给他陆灵了 刘烟不能自己立幕了 这点你放心 在我这里面 这是我的回合 我给他陆灵 他下了他的勒布斯鼠 但是转移到他的回合之后 陆灵自动徘徊到下一个回合 其实我还有一局就是刘烟 一会给你们看再看一局 这局就结束了已经快 主攻太蠢了 上装备就知道很蠢了 然后这个时候 已经结束了 咱们赶快点 然后这时候 我给左辞陆灵的目的是啥 左辞其实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 没有装备 但是我给陆灵的目的 就是让他多回一滴血 没有那个岩石类劲 多回一滴血 因为他有个暴力 明白了吧 陆灵变一下 直接变成了其他的 变成鹤灵 鹤灵摸三张牌 让他摸三张牌 我录完之后给他鹤 看血一下就起来了 到时候会变的 明白 所以不要担心留言这件事 只是给大家说的 我把挨个大家需要注意的 还有我的失误 会给大家讲出来 然后给你看下这局 这局的话直接主动投降 因为都是普通场 他们能投降的 对不对 我看看还有没有 因为我也不记得那一局在哪 看看 给你们看一下那局 就是刘烟那局 这不是这局 哎 好烦啊 这当时应该提前准备一些 我太蠢了 就这局吧 应该 正常来说我会是 刚才那局其实我先用虎灵 不是我特别稳的打法 当然你们每个人打法不一样 我这个人追求稳 有些人直接直播就说 其实有时候没必要那么稳 至尊场那么昏 没必要那么稳的 你说他说的有道理的 但是我的打牌的性格就是这样 对不对 像这局的话 孙策 对了还给说一个最关键点 直接打孙策了 AOE又开了 你千万要记住 我开局就说了 不要给错零 不要忙给 这不是其他 给牌说不定都有收益 那给零的话 可消不掉零的 明白吗 零消不掉 就是五个零全是正面收益 你给错的话 一定要甄别完了之后再给错 你知道再给对 这个情况 你知道我在直播是想什么不 在他打主攻的时候 我说这刘烟不会是个忠臣吧 他在专门给主攻送觉醒 我很担心啊 我要给错他的话 他直接要出事的 明白了吗 我纠结了很久 最后看他的乐 但是其实在至尊场 也真有这种可能 忠臣直接敢跳反 这么给个乐 专门骗你个零 因为这个零的话 收益太高了 骗到 而且我也是这么告诉你们的 怎么去针对神话佗 一会儿我告诉你们 针对神话佗的话 比如说 几个技能刚才不用讲了吧 针对神话佗怎么说 就是说 我刚才也告诉他缺点在哪了 他的防御并没有那么很高 比如说这局的话 像刚才几个AOE就给我刮残了 所以说你尽量刷点防御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你有这个防御牌了之后 然后第一回合 看我第一回合用的什么零啊 看我第一回合的 那奇怪的 普通场嘛 不用管他们 因为我用新武枪都会去普通场试技能 这个哥是不是有点奇怪 但无所谓的 小时候小糊涂神 只要强推主攻 咱们活下来了 这里看一下我怎么给自己灵的 我的话直接把第一个 熊灵给了自己 鹿灵给了第二个 这个打法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这个打法是什么意思 我先给熊灵给自己 熊灵给自己 给了自己之后 我的话至少有一定的防御力 没有那么强 有一定的防御力 假设还有傻子去乐我 比如说有个傻子去乐我 在我回合内看 能不能变成鹿灵的时候 能把这个乐甩一掉 这是我为了保证 我是反贼情况下 能一定在两回合以内 给好四个队友所有的灵 明白了吗 有人说这个情况 大家应该能听懂吧 尤其是前两个灵 是比较重要的 刘烟呢 我给他是个鹿灵 把他乐下掉了 看见了吧 把他乐下掉了 当时刘烟还说一句 你下了我乐 会不会我不能立幕了 他自己就说这句话 但是我下一个给他的虎灵 也就是说到他回合之后 鹿灵就变成了虎灵 因为他离主攻进 直接就可以一刀两滴 但是虎灵要注意 你的AOE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虎灵的话是 单一目标单位是两滴血 假设你在这个回合内 你开个AOE 他照样还是一滴血 这个技能够清楚明了吧 希望大家能认真反复听一下 我讲的可能比较快 可能我一会了 基本上就讲的比较快一点 其实我觉得我也一般 咱们看一下 觉醒了 咱们看看 骑正 砸了一滴血 杀了一滴 直接变成虎灵 看见没 变成虎灵了 他变虎灵了 可以立幕 其实正正常 非要让上吧 正正常打一次两滴 一次两滴 骑正打就可以 看这个AOE就是 虎灵是两滴血吧 三张桃不就自己的忠臣 咱们不管他 我身上有 我身上有熊灵 所以AOE打不死我 清了之后 骑正 结果骑正要牌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两滴血 这也打死了 当然普通场奇怪操作 咱们就不用管他们 普通场奇怪操作 咱们不用管他们 这局的话 大概能看懂 大概的技能 大家了解了 我刚才注意 我刚刚说的 都是我刚才的经验 包括那个 第一回合的游一的问题 我都有失误 所有才告诉大家的 希望大家没有这个失误 还有给灵的时候 如何求稳 但也不一定 非给像我这么给灵 比如说你代表 你自己身上安全的时候 我可以给虎灵 我开局有一套爆发 我给自己虎灵秒人 这个东西灵活一些 不要死精英呗